中文字幕——YK 开始在今天的现在是9月30号的周三 北美时间美东时间的下午的晚上的七点 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已经是10月1号的早上的七点 住在中国大陆的朋友们 叫什么 叫8月15 何家团圆 是一个团圆的日子 是一个快乐的日子 祝你们在8月15 节日快乐 当然再过12个小时 我们这也进入了 对于华人来说 也是一个节日 我们今天的话题 是要讨论昨天的 拜登和川普总统的辩论会 这场辩论会 我相信关心美国政治的朋友们 都已经看到了 或者即便是没有看到昨天的直播 也在今天的各种媒体上 也看到了不同媒体 对这一次 第一场 美国总统辩论会的 这种看法 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到底是拜登赢 还是现任的川普总统赢 或者说两个争 都打了一个瓶手 一会儿请我们在油管上 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用文字表达你们的意见 同时如果你愿意用语音 和我们一起来讨论的话 也可以来到我们做我们会议室 在这之前也希望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 给我们点个赞 也将我们今天的节目转发出去 谢谢各位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也欢迎来到我们中文会议室 会议室的地址和密码 在我们的直播的那一栏下面 都可以看得到 当然来到我们中文会议室 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我们的纪律 保持良好的讨论话题的 这么一个环境 也希望在油管上 用文字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候 也使用文明的语言 不然的话 让我们这个网友 自发建起的这么一个讨论的平台 变得误作不堪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想看到的 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 请遵守我们的纪律 遵守平台 油管平台和我们中文会时的 这种要求 非常感谢 昨天我们从前天 昨天一直在讲到 这一次的总统的辩论会 昨天终于辩论会结束了 当辩论会结束的时候 我相信对于川普总统的支持者 有兴奋 有沮丧 对于拜登总统 拜登总统候选人的支持者 可能也有兴奋 还有鼓励 因为沮丧可能是没有那么多 因为在一段时间以来 川普总统利用他个人的魅力 利用他个人 在自媒体上的这种影响力 在2016年之前 他就树立起了像 当时的总统的候选人 希拉里的 作为一个奸华的政客的形象 以至于他掌握住了 成为总统的权柄 在2016年 他成为了美国的总统 四年以后 在这一次的竞选过程中 在这一次的 这种电视的辩论会之前 我相信更多的人 无论是自媒体 还是公共媒体 我们都看到了 一个熟睡的 Job Biden 一个患了老年痴呆症 Job Biden 无论是在 川普的支持者而言 或者是拜登的支持者而言 可能多少都会有 这个隐约的这个想法 在等待着昨天晚上的 这个辩论会 至少这个辩论会结束以后 绝大部分的 包括川普的支持者 会说 拜登可能吃药了 拜登可能在他的耳朵里装了 提刺器 或者是在他的衣服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很多的这个推特 Facebook上 有人放大了的 拜登候选人的耳朵的 这个照片 衣领的一些照片等等 因为他们不相信 在他们长久以来 认识到的拜登 作为一个脑袋 这个老年痴呆症的患者 作为一个熟睡者 他们会有 昨晚如此的表现 当然 对于 拜登候选人的支持者而言 他们一颗心也放下来了 就比如我 我虽然不是拜登的支持者 但是我确实是担心 如果说 在这场辩论会上 拜登真的出现了 素如老年痴呆症和 熟睡的 拜登的这个 种种的现象的话 可能这场 让我们看得非常有意思 去观察美国政治生活 美国在选举过程中 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 这么一场娱乐节目 对我来说 可能就结束了 也就是 如果出现了 叫拜登出现的 被形容 出现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而且就在昨天 这场辩论 或者在未来的 一个多月的时间中 这个已经结束了 因为 我相信美国人 不会 去选一个 连 90分钟的辩论会 都无法支持下去的 这么一个老人 成为他们的总统 如果他可以成为 美国总统的话 那么未来 面对 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 能够结束的 这种一级 面对强大的 正在崛起的 中共的 这种挤压 面对着国际上 不同势力 在地缘政治上的角逐 给美国带来的压底 面对着美国 长久以来 形成的族情的对立 面对的极左和极右的 这两群人 在美国有可能 造就出的更多的冲突 这么一个老年老人 一个熟睡的 一个患了老年痴呆症的人 他如何去面对呢 我相信美国人民 美国的选民 会用他的选票 来决定的 然而 很多人想看到的 或者是 很多人害怕看到的 都没有发生 然而 这一场辩论会 到底是不是一场 精彩的辩论会呢 这一场辩论会 让我们看到了 川普总统 和拜登候选人 他们两个人的优点 还是他们两个人的缺点 就在 刚才 几分钟之前 我和我们的 一位 资深的网友 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就会说到 其实 是两位老人 在泥潭里 打架 当他们站起来的时候 谁身上 沾到的黄泥少 谁可能就赢得了 这一场的 辩论会 的确如此 更多的 传统的媒体 在形容这一次的 辩论会的时候 都会说到 这是1960年 美国以电视辩论 为主要的 两党在表达自己 施政方针的 这些纵作的辩论会中 这是一场 最让人不舒服的 一场辩论会 他们除了撒谎 除了谩骂 除了相互攻击以外 恐怕真的看不到 更多的 让美国人民感觉 我们的未来 有可能改变的内容 我看到 三期网友 当主持人回来了 请你聊聊 你请 我没有什么太多可聊的 我首先说一点 就是 我觉得那些说 拜登耳朵里面 藏了耳麦的人 我觉得他们不是老年痴呆 我觉得他们就是痴呆 真的应该去查一下 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 判断力 这个基本是属于 为零 才会去认为 美国会 美国总统 进血辩论 然后拜登可以冒着这么大的风险 去干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个操作的难度 实在是太大了 风险太大了 收益又太小了 而且我觉得很多方面 我都觉得没有必要依据 我就说你带个麦 你去试试看 你去一边 再跟川普这样不停的插话 打断什么之类的 你耳朵里面带个麦 你看看 你看别人指挥你说话 你是更紧张 还是更舒服 更流畅 而且这个有可能跟中国人 什么考什么试 我以前也是作弊小王子 就是说考什么试 都喜欢作弊 当然我主课不作弊 我都是这种 思想政治课作弊 就先说清楚 就是什么政治课这种 不想看就作弊 然后就是像这种事情 在中国人当中太多了 我觉得美国有一个 那么传统的一个人 然后去用这么低劣的方式 去作弊 他要是抓住的话 我觉得他都不要做人了 这个会认为 拜登会这么做的 我真的觉得是应该去查一下 有没有老年痴呆 或者痴呆 好的 非常感谢三七 我就攻击一下这些人 是我们 当然在自媒体上 我们看到 这种川普的支持者 和川普的反对者 他们之间的那种矛盾 那种激烈的程度 基本上可以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相互要灭绝的这种地步 当然我们非常的反对 无论是川普总统 他做出怎么样的施政 他依旧是代表着 美国当时的政策的走向 实际上 当然在这个里面 会有他个人的影子 但是更多的体现的是 美国国家政策 我们也看到 好像更多的华人的 川普的支持者 他们认为川普总统 就像里根总统一样 他们是对未来极权的 中国的一个最有利的 一个武器 只有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 中共对于世界 对于未来的影响力 才能被遏制住 当然 我也不反对 一些川普的支持者 他们赋予了川普总统 这么大的一个责任 反过来 我们再看川普总统 对内政策 在美国的竞选的过程中 民主共和两党 他们的候选人 主要讨论的是 美国的国家的内部的政策 对于外交政策 其实占到他很少的一部分 美国人 对于保守的美国人来说 他们不关心 美洲大陆 或者说 只是北美大陆以外的事情 他们更关心的是 自己的饭碗 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 关心的是 他的医疗 在今天 在昨天的整个的讨论会中 我们也看到了 在六个话议题的讨论过程中 大家可能也都提到了这样那样的 也有朋友讲 整个的讨论 整个的辩论会 非常的无趣 被主持人 华莱士打断了多次 华莱士在多次的 主持的过程中就说 请你们 都敬一敬 我是主持人 请你们两位都 停一下 我是主持人 当然 对于川普的支持者 可能有一部分人在认为 华莱士先生 在这个主持的过程中 在拿偏价 当然 每一个人都有 每一个人的看法 我今天看到了一篇东西 让我觉得 非常的有意思 就在我昨天看 川普总统和拜登的 第一场的辩论会的时候 我就认为 其中他们列举的数据 有一些是错误的 他们提到自己的观点 和攻击对方的时候 运用的一些势力 可能也稍微感觉到 不是那么符合逻辑 在今天 在德国的一份 叫德国之声 这一篇杂志上 就把两位 在辩论过程中 提到的一些论据 一些事例 其中撒谎的部分 和事实的部分 全部给披露了出来 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确实是印证了 无论是CN 还是其他的一些媒体 一些大的一些媒体 他们在讲到昨天的 这种辩论会中 是一场相互接断 一场吵架的辩论会 我觉得 这个德国之声 用到的 这个词语 可能比他们用的 可能更加难听 德国之声说 捏造事实 三不恐慌 这是对这两位 美国未来的总统的竞争者 他们在第一场的辩论会中 对他们的直接的观感 他们说 川普总统 和与民主党候选人 拜登的首长辩论会中 谎话连篇 而且 对其中的一些事实 是由美联社 予以来验证 美联社 它是 怎么验证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说 这个 川普总统 在讲到 这个疫情的时候 他说到了 如果说 拜登 是 他的话 或者是 美国的总统的话 他这样说 他说 假如你是 在这个位置上 美国不会是死亡20万人 而是200万人 你不 你不想我对 疫情的严重的中国 发布禁令 如果我听你们的话 美国的国家的边境 将大开 我们死亡的人数 就是200万人 这是川普总统说的 所以 美联社就说 川普总统粗暴地 认为 如果拜登是总统 就会死亡了 就会死亡200万人 这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虚假的一个指控 美联社 美联社说 拜登在这件事情上的表态 是非常晚的 当他表态的时候 他是对限制令 予以了支持 而且拜登从没有建议 让疫情期间 让美国的边境大开 如果说我们哪一位网友 确实找到了 这个拜登 当时作为总统的 当时还不是总统的候选人 当时还没有 作为前副总统 他是否说过 指责过 那么可以把他说的原话 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什么报纸 刊登出来 可以 可以发出来 大家一起来讨论 这个美联社认为 川普总统 一再错误的宣称 他颁布了中国的旅行禁令 那是限制令 该禁令是在2月2号 生效以后 但是 仍然允许 旅客送中国的领土 比如说香港 比如说澳门 他们可以飞往美国 在限制令 实施的头三个月内 共有8000多名中国人 和外国人 从香港和澳门 进入了美国 另外 限制令 生效后的第一个月内 超过了27000 美国人 从中国大陆 返回了美国 美国官方对其中 应接受病毒检测的 1600多人 失去了联系 也就是说 当这些1600多人 他应该做病毒检测 美国政府 并没有 找到这些人 而使得他们 遗漏了被检测的事情 而且 就是说 在川普总统 发布限制令的同时 全球已经有数十个国家 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来控制重点地区的 疫情的扩散 这个 是美联社 就川普总统 说的 他实行的禁止令 他在这个禁止令下 做到了什么 但实际上 虽然禁止令办法 只是来自于 中国大陆的 对于香港澳门的 并没有做到有效的控制 而这个地方 依旧是 疫情严重的地区 这个 是提到了 这么一个 川普总统 在说到 平权运动的时候 讲到了 说俄勒冈 一位警长 他说到这个警长 今天刚刚站出来说 我支持 川普总统 但是事实上 这个说法 是错误的 这个人并没有说 他 不支持 川普 他说的是 这个 不支持 并没有说到 他不支持 川普 而且这个警长 还发了推文 这个警长叫 米克罗斯 他在推文说 作为 马特诺马县的警长 我从未 支持过川普总统 也永远不会支持他 也就是说 他说到的 这位警长 在支持他 其实 被警长 就打脸了 而这个 这个 波特兰市 一直都是一个 平权的 这个 热点的一个城市 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 另外一个 拜登 在他的讲话中 在他 评论 川普总统 他说到了 白宫前 发生了 和平的抗议 你干了什么 他在指责 拜这个 川普总统 你从 地下的掩体出来 让军队 发射催泪弹 在事实的调查过程中 认为 这个也是 信口开河 6月1日 是执法武装 而非军队 在使用 化学 刺激物 在白宫的 我们经常去白宫 外面去旅游的人 在华盛顿 在DC的朋友都知道 拉斐 拉斐特广场 那里有 示威的人群 是被驱逐 但是 没有任何的证据 来表明 当时的川普总统 是躲在地下掩体里面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 根据的说这个 在说到医疗卫生的这个争议的话题的时候 川普总统说 在他的 这个政策 尤其是他在前几天的政策 关于药品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政策 制定以后 美国的药品的价格会下降80%到90% 所以事实是什么呢 说那只是他或者川普总统对未来的一种可能性的预测 而不是现实 而这个里边的距离会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 川普总统无法让国会通过降低药品价格的行政许可 只是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最终形成一种 一种这个可能还是在未来 而且事实是什么呢 在川普总统执政期间 药品的价格虽然涨势趋于缓解 但实际上他的价格一直在涨 2017年1月川普总统到2020年的8月 实际上整体的药品的价格不但没有下降 而且还上涨了3.6% 这是事实 这是属于像美联社 像德国之音在转发美联社的 关于这一次辩论会上 双方在攻防过程中 在提到的一些论点论迹的时候的一些问题 另外一个 在对抗疫情的争论上 川普总统说 福奇博士 就是当时CDC的 美国总统 川普总统的一个 关于抗疫的顾问 福奇博士 他在说 非常坚定的表示 这是川普总统的口气 说福奇博士非常坚定的表示口罩不好 随后他又改变了族语 才说的口罩好用 这个是在拜登攻击他的时候说 每个人如果戴着口罩 可能就会有效的降低和缓解 疫情 实际上呢 美联社在 在这个恢复这个场景的远景的时候 他们说 川普总统其实漏掉了一个关键的背景 川普总统在讲述的这段事情中 他省去了 叫这些专家们在疫情发展中总结的经验 引导人民 怀疑他们公共卫生建设的可信度 在疫情爆发的初期 一些公共卫生官员是建议 普通的民众不要去戴口罩的目的 不是说 这个口罩不能够有效的防卫 而是在当时医疗物资紧张的情况下 让更多的百姓 能采取积留在家里的这种事情 把更多的医疗口罩之类的这种用品 用到医院 用到传染源 或者说 并发传染 更其中的一些地方 而且这个 像美国疾控中心和予防中心的 雷德菲尔德博士 他多次的建议 戴口罩 和疫苗 一样有效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 川普总统在 也是在最近的一两个月 他个人才戴口罩 就像昨天 在 现场 除了主持人和他们两位 不利戴口罩 其他的人 也镜头甩过的 大家可以看到 和川普总统家人 坐在一起的别人都是戴口罩 唯独川普总统家人是没有戴口罩 总统夫人是戴口罩 好像是总统夫人是戴口罩 其他的人 像他的儿子 他的好像是儿子的女朋友 还有 伊万卡都没有戴口罩 就有人指出 在进入到 现场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 观众 都必须戴口罩 这里 也就被诟病的 这个川普总统 在 这个 他讲到的 在疫情期间的集会上说到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任何问题 他是在户外 他不会被传染 这是 他们昨天在辩论的时候 讲到的一些情况 但是呢 这个是不是 正确的呢 这个 美联社和 德国之声都说这不是一个有效的 或者是一个真实的陈述 而且有非常高的 一个数据就说明 川普总统 六月下旬 在塔尔萨举行的一场室内集会的时候 同时吸引了 支持者和抗议者各有数千人 而就是在这一次的 这个演讲上 就塔尔萨县 是县卫生局的局劲上 正是 可能 他应该这么说 不说 正是可能 正是这一次集会 造成了该线的新冠病例激增 7月的第一周 塔尔萨新增病例超过了每天200人 是在集会之前几周的两倍之多 而且是创了历史的新高 这个就用这个事实 来怼了川普总统 在当时的表述的漏洞 另外一个 川普总统在攻击拜登的时候说 你在H1N1 逐流感上做得不好 你做的那些事 真是一场灾难 但事实实际上 是什么样呢 就是川普总统经常拿这个 2009年的逐流感 期间发生的事情 对美国造成的伤害 来攻击民主党 同时来为自己在 在这一次疫情的过程中的政策 对自己死亡的人说 予以脱责 但事实是什么样呢 首先 时任副总统的拜登 并没有负责处理这一件事情 所以说你说拜登做得不好 恐怕这个即便是有问题 也加不到拜登的身上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当时的政府 对逐流感的疫情的回应 比现在的政府 对于新冠疫情的回应更快 当时两名孩子在加州 首先确认感染后 美国疾控中心 预防中心的流感监测网络 就立刻报警 大约两周后 奥巴马政府就宣布 进入了抗击注流感的紧急状态 疾控中心与防御中心 从国家储备中心医院 分发了药物 相比之下 直到美国首例疫情确定的 第七周也就是三月初 川普总统才宣布 进入了紧急状态 而且全国的医疗系统 都在为物资的紧缺而挣扎 我相信在二月份三月份 大家都看到了这种现象 而到目前为止 刚才我在另外一个 一个节目中就说到 到目前为止 美国已经死亡20多万人 但是在整个的2009年 到2010年的 N1 H1的逐流感上 在这一次大的疫情中 我们在美国的疫情 防疫的过程中 讲到的一些具体的事例 都会拿到这一次的事件 来作为一个 一个国家公共卫生事件的 一个case来讲 而这一次的事件中 死亡了多少呢 一万两千五百人 而新冠到目前为止 我们甚至不知道 它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我相信在昨天的讨论上 这个包括主持人 包括拜登 都向总统提出来 你说的是在今年 或者是在下个月 11月份就有 大量的疫苗出现 但实际上在明年 明年的年初 都不一定出现 已经这是专家和 这个一些机构 已经做出来的 为什么你会说 在今年的11月份 就会出疫苗呢 这个是当时的一些 在经济话题的 这个讨论上 在攻击上 拜登总统 拜登他在攻击 川普总统时说到 川普总统将成为历史上 第一位在任期间 发生失业人数增加的 一个总统 这个 美联社和 德国指示 也认为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所以 他们说 如果川普总统连任失败 他将不会是美国 历史上第一位 在任期内发生 失业人数增加的总统 这种事情在1932年就发生了 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 遭遇经济危机 大量的失业人数 在当年的大学中 胡佛败给了罗斯福 那个 官方正式的失业率统计 是1939年 才出现的 从那以后 没有任何一位 总统的任期结束 失业率高于任期开始 川普有可能是 不如 这个胡佛 这是在他下一任的任期中 可能 所以 拜登在这个问题上 也没有说了实话 或者说 他引用的数据是不对的 还有关于大选投票的争议 川普说 关于通过邮件投票 传奇可能出现 大规模的欺诈的问题 这就是一场人为的操纵的旋径 川普总统在昨天的 在他之前的很多次的 在关于投票的形式上 都有类似的这种表述 这个事实是什么呢 他在夸大这种威胁 这个主张是川普总统已经批准 就是已经准备了数月的计划的一部分 甚至还没有发生之前 就质疑 就质疑选举结果的功能性 就是这个选举结果还没出来呢 他现在已经预设了条件 来质疑未来的那种 如果出现了 可能他的这个选票低于拜登的时候 他会质疑 就是因为你们采取了这种 这种作弊的方式 而美国的专家和美国的一些 在选举上的这些制度的制定者 以及邮政署的这些 他们认为 这个没有充分的这个迹象 来表明 采取邮政机票的这种方式 会造成他面积的这个作弊 没有任何的证据 就像拜登在讲到 这个川普总统说的 安提法这个 这个极端的组织的时候 恐怖组织的时候 他就引用了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就说了根据他们的调查 没有任何的恐怖组织 或者是极端组织在背后支持 或者是领导了这场 这个美国的民权的运动 美国也没有这样的恐怖组织 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在两个总统的竞选人 他们相互之中在指责的时候 都运用了一些不实的数据 好 我们其实后面还有一些例子 一会儿我看到古德利安在举手 你请 星哥好 你好 我觉得这个 谢谢 这个老唐先祝你节日快乐 中秋快乐 中秋快乐 对中秋快乐 你请 基本上川普的策略就是把水搅浑 基本上就不让拜登说话 因为他作为一个执政者来讲 肯定执政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漏洞 所以说后面两场辩论会应该也不用看了 反正基本上就大家继续这么吵下去 基本上川普就不失分就不错了 就是说如果进入问题的细致讨论的话 那很可能对他不利 对吧 毕竟作为他是执政者 这个现在我们要想一下的时候 是这个如果我们预想一个场景 就是说世界爆发了一个巨大的战争 不论是在印度也好 还在台海也好 能不能帮川普 上雷 美国选民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很大的改变他的投票 投票这个意愿吧 或者是倾向吧 所以说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在总统大选前啊 这个伟大领袖啊 闪击新德里啊 当然我指的闪击新德里 不是边境上的那种小打小闹啊 而是一场大规模的这个出击的话 那么是不是能够保送川普上雷 如果川普愿意接受这个中国的善意的话 那么后面的事情就很好办 好我就说这么多 好的谢谢 谢谢啊 谢谢古德莲 谢谢老唐 老唐经常参加我们的节目啊 尽管老唐呢 有一些的意见 我并不赞同 但是我还是特别欢迎 特别喜欢他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参与 来表达他生活在中国大陆 他们对于一些事物的一些看法 因为只有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 让我们更多的收听者收看者 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相对开放的这么一个平台 我们允许每一个不同的人 不同的意见在这里做充分的表达 好的 谢谢老唐 祝你节日快乐 我们再回到这个美联社和德国之声 在分析两个人的辩论会中的一些漏洞的时候 就讲到川普总统在说的高校十大联盟的橄榄赛 这个橄榄球的这个比赛的时候 他说到我是那个恢复橄榄球联赛的人 顺便说一声 我恢复了美国高校十大联盟Big Ten的比赛 这是我做到的 我非常高兴 是因为我做到了 所以事实是什么样呢 美联社和德国知识人认为 最好检查一下这方面的记录 川普总统曾呼吁美国高校十大联盟恢复 因新冠疫情而宣布取消的秋节比赛 但是呼吁着不是他一个人 球迷 学生 运动员 大学成 他们都想恢复 到了本月的初也就是说 9月初十大联盟最终宣布 恢复2020年的橄榄球赛季 川普总统发推文表示 我为能提供帮助而感到荣幸 该赛季设计到确实很多的州 包括一些州可能最大选的 还是有很大的作用 而且一些州都是 这个 叫什么摇摆州 这样的话再恢复他们的经济机会 可能会给川普总统这个得分 这个要看最后的效果 再说到最高法院的这个事情上 拜登再说到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巴特 叫巴雷特 巴雷特 是他认为评价医疗违宪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就是说拜登认为 这个艾美 这个新任的女法官 他会认为评价医疗案违宪 没有 这个话是完全没有这个依据的 这个川普总统在提名 巴雷特取代已故的大法官 金斯伯格尔的职务 巴雷特一直对奥巴马推行的该法案 和支持他的法院判决 持批评的意见 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 这项法案违宪 最高法院将在11月10号 即听众会川普总统 只是在那个时候 要求判决该法案违宪 到目前为止 新任的巴雷特这个法官 大法官从来没有说 他是违宪 所以也指出来 拜登在这个地方 说的不是真实的 另外一个川普总统 说这个拜登 他说出他的大学 就说的 你说过你上过 特雷华 德勒沃的州立大学 但实际上 你都 你连你自己上了什么大学 你都不知道 你从来没有上过 德勒沃的州立大学 这一点 你一点都不聪明 我相信在昨天的 这个辩论会 大家都听到了 这个谁 这个川普总统 说拜登 你一点都不聪明 就指这件事情 但实际上呢 川普总统 是完全不了解 或者说 有意的去混淆了 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拜登总统 他是特拉华大学毕业的 拜登总统从来没有说过 拜登候选人 他前副总统 从来都没有说过 他是德勒沃的州立大学毕业的 他只是说 在德勒沃 他黑人的社区 有着长期的联系 而且在竞选的活动中 他与黑人的听众交代时 拜登经常提到 这个德勒沃的州立大学 和他政治生涯的关系 但是他从未说过 他是德勒沃州立大学的 毕业生 只是 1972年的时候 他是在德勒沃州立大学 来宣布 他参选美国的参议员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 川普总统在混淆 说他撒谎 你就没有在德勒沃州立大学 德勒沃州立大学读过书 你说你是这个大学书 你太老了 你连自己 毕业的哪一所大学都不知道 但实际上事实实上 不是川普说的是这样 这是被媒体指出来的 还有一个 再说到了犯罪力这个事情上 拜登说 事实上在我们的领导下 暴力犯罪减少了17% 或者是15% 根据这两个媒体的调查 美联盛的调查 他这个说法是夸大事实的 根据联邦调查 FBI的书记总体而言 从拜登就任副总统前一年的2008年 到他卸任的 这个2016年 美国的犯罪力整体下降了多少 下降了10% 并不是他说的17%和15% 但是 即便是这样 在欧巴马和拜登之间的最后两年 暴力犯罪不但没有下降 而且还在增加 2016年就比2014年增长了8% 2016年 美国被害人的人数超过了 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任何时候 这个也是媒体指出来 拜登在这个事情上 说的话是不符合事实的 同样 在奥巴马说到 这个民主党执政的一些州 一些市的时候 他就说到 你看看 Nichago发生的事情 53人被枪击 8人死亡 如果你看看纽约的情况 好像没有人注意 他的犯罪力在上升 上升了多少呢 上升了100% 150% 200% It is crazy 这简直是疯了 所以媒体呢 在就他这个话之后 他有八事实 在说 确实也不像川普总统说的 这么这么这么难看 芝加哥 在刚刚过去的美国劳动节 发生的枪击事件的数字 确实如同川普总统说的 发生了58起 但是跟整个美国数字 来比这个 并不是一个多么 吓人的一个数字 他说的 就说到了纽约 就是他谈到了纽约 今年以来 纽约的枪击案 上升了多少呢 上升了93% 美国的 美国的在纽约市的枪击案 确实上升了93% 但实际上呢 他总体的犯罪率 他下降了1.5%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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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 就是下降了 就是总体的犯罪率下降了 这个 1.5% 与10年相比 与10年前的数据相比 下降了多少呢 下降了10% 这个 这也表明 美国的 纽约的数据 并不如同 川普总统 说的这么难看 所以从 媒体 再 扒了一下 他们昨天的这些 辩论的工房中 所引用的论据 引用了事实 引用了数据的时候 我们都发现 有了太多的 可争议的东西 就像我们开始在讲的 这场的辩论会 就如同 两个老人 也的确如此 他们两个加起来 152岁 两个都是上了 世纪中期出生的 这么两位老人 他们的思想 他们的思维逻辑 完全沉浸在美国 50年前最辉煌的 那种制造业发达 他们对新的未来世界 尤其是 计算机革命 信息革命 后的今天年轻人想什么 美国 正正被陷入到 现在这种尴尬经地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可能他们都没有去 去很好的去了解 而更多的 把自己放到了 不同族内代 不同族裔中 为了获得自己 选民的支持 对对方这种 这种秀 底线的 这种攻击当中 所以他们两个 哪一个因 就有网友说得非常好 只要他们 倒下的时候 当 站起来的 那个人 身上的泥 少一点 也许就赢了 然后我们在 在 今天整个一整天 在看到 在自媒体上 在评价 这场 辩论会的时候 当然川普总统的支持者 他们确实罗列出了 很多川普总统做的 我们刚才 只是做的 讲了他们 做的不足的 他们用了虚假的数据 或者虚假的陈述 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的时候 我们把它揭了出来 至于他们两个表现好了 当然 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 川普总统 咄咄逼人的气势 作为一个总统 他作为 现任的总统 他确实是有很多 他认为可圈可点的 无论是从经济上 还是从对外关系上 以及对疫情的控制上 他认为有很多的 可圈可点的地方 当然他作为现任的总统 这四年 他是在具体的做事 只要是在做事 总是会被别人抓到 你做的不足的地方 那么拜登 作为前任的副总统 他在观察着 一个做事的总统 他自然就会提出 他很多不足的地方 那么这些不足 是否能够有效的 来提升拜登 在未来如果成为 美国总统 他的形象呢 所以我个人认为 在这一次的竞争中 在这一次的辩论会中 其实都没有赢 两个人都在秀自己的底线 不断地用一些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用一些不符合事实的 或者夸张的数据 来攻击对方 川普总统在攻击 拜登总统的时候 甚至把他的家人 跟这件事完全没有关系的 家人的事情拿出来 来讲拜登 而拜登总统 拜登候选人 也在说 甚至出现了 用语言攻击的 这种文字 你是一个骗子 你是什么什么 旧有媒体就说 这是1960年以后 在美国实行电视辩论会 这种新的宣传方式 来宣扬自己 不同的政党 在美国未来施政中 他们应用的政策 每个人通过这种辩论 来表现自己成为美国总统 能够代表美国总统的 这种大国的形象 然而两个人 可能秀出来的都不是 但是也有人 像川普的这个拜登的支持者认为 拜登总统至少他在最后的时候 他说出了 我如果成为美国的总统 我不但是民族党的政策 我也是共和党的选民的总统 我要努力去弥合 两党政治而产生的族群的分裂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还是挺感人的 确实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就是族群的分裂 而这种族群的分裂还在扩大 而没有被弥合 如果说在未来的四年中 我们看到的美国依旧是这样的分裂 我们看到的就像一些华人 或者一些华人在夸大的数据 美国各地都在买枪支 因为他们觉得只有 因为未来的美国 很可能会出现更激烈的争端 而争执 而有些人会拿起枪来保卫自己 我们在民进的平台中 不止一次的听到一些主持人 一些嘉宾 在讲到他们要买枪 仿佛美国的这个世界 可能就要到了 到达了内战的边缘 这种危言耸听的 这种的话语 无论是在自媒体上 还在华人的一些 很多我们认为 还是比较实实的反应 美国现状的这些媒体中 都可以看到 再鼓励一种 我们要拿枪保卫自己 美国如果不是共产 如果是民主党 成为美国下一届总统 或者说美国民主党 推举的下一届的总统 当然以后 可能就会出现 内战的这种 甚至还有人鼓吹 我们要拿起枪来 来保卫 美国的民主 美国的自由 是这样吗 所以非常遗憾 确实有这么多人来想 当川普 拜登 前副总统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作为我当时在听 我是非常感动的 因为美国的 未来的社会 确实是要选出一个美国人的一个总统 而不是 美国共和党的总统 或者是美国民主党的总统 所以从第一场的辩论会上 我不认为两个人 谁赢了 但是如果说 两个人 再继续这样辩论下去 再继续的采取 这种不顾事实的去诋毁对方的这种 这种辩论方式的话 我相信不但是他们两个没有赢 包括美国 美国的选民都输了 好 我看到一夕 你好 易熙 你请 大家好 辛哥 谢谢你 把那么具体的 那个Fast Check 把那个事实 这方面的东西 做了那么多的功夫 那么 您刚才也说了 就是说 这次 就是 辩论 谁都没有赢 我也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是 其实 美国输了 我想从 另外一个 就是 角度来说 不是从 那个 事实上面 然后 另外已经讲了很多了 我没什么可以不充 非常聪明 您说的东西 就是 从 这个 美国的 那个 宪政危机 这个上头 我觉得呢 其实是 很 令人担忧的 尽管我不是美国人 我们在加拿大 其实如果美国 发生这种重大的 从 政治 体制 基本上 受到这种 威胁的情况下 我们是 就是 会受到很多的 各种影响 那是 所以 我觉得我们的担忧 作为加拿大人 担忧也是合理的 为什么我说 那个 宪政危机呢 也不是我说的 其实很多人 已经都说过了 特别是 最近 就是从 那个 Bob Woodward 出书 那个 愤怒 就说 Rage 那本书以后 他也就一直 在 跟媒体 各方面 做 那个 配合 做 那个 谈访 访谈 就是 几小时以前 我刚才也看了 他的 就是 那个 谈话 我觉得呢 如果那个的话 我可以把那个 Link 在后面加上去 大家去看 不是很长 但是 极其重要 他提出的 一个 就是说 他也 当然观察了 那个 昨天的 那个 辩论 然后他就说 他观察了 那个 他是写 美国总统的 专家 大家都知道 夏教授也讲了很多 四十多年来 他观察了 写了 几十本书 好像二十多本 关于那个 总统的书 写了九个总统 访问了一大堆 访问 川普就访问了 十几个小时 好像十八个小时 也不知道 反正 那个 就是 都是有那个 录音 那个 被子的 所以他的书 基本上都是 根据访谈以后 直接 那个 记录的 所以他的真实性 基本上是 没有人可以质疑的 但他提出 就是 现在就是 有个 危机 因为他从来 他观察四多年的 总统来说 从来美国总统 没有 像这次 川普总统 所表现出来的 那个 对那个 整个民主 制度的威胁 比如说就是 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 说 他 不愿意 就是对 那个 白人 至上的 那个 极右 那个 white supremacist 那个 进行 condemn 不能 不愿意 指责 然后他 就是说 如果他 输了的话 他就 要 他 他直接 说的 就是说 让那个 proud boys 就是那个 white supremacist 那个group 就是stand stand stand back and stand by 就是 往后走 然后待命 这是军用语言 就是你待命 就是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他要 等于就是 要用那个武装民兵 他要启动武装民兵 等于他就在告诉他们了 你们准备好了 如果我说的话 我会让你们出动 来搞这个事情 所以这种 这种做法呢 确实就是 大家听了以后 就是 都觉得 有一种 好像天道要塌下来 这种感觉 这不是过分的说法 因为 以前大家都说 美国是三权分立的 美国各方面的 那个法律 是由那个 是由congress 就是那个 议院决定 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出 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美国总统 可以 usurp 各种各样的权力 他怎么说 就是说 他可以超越 他的那个限制范围 他有很大的权力 而且现在就是说 两党 在 斗争的情况下 他们没有 注意到 这个宪政 怎么样对待 如果这个选举的 那个 它的政治性 是被破坏了以后 那两党 是不是可以 在医院坐下来 马上就 就是 制造一些 新的法案 来阻止总统 做这种事情 使得 那个选举 民主的选举的 正常 就是合法性 还能保持下去 懂我的意思吗 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 我就讲 这个问题 其实是 比 你用宪政 违法 比哪一个政党 选上去 更重要 不管拜登 选上去 至少拜登就说 他说了 他会完全就是 conceit 他说他会接受 是吧 他赢了的话 我说你们两党的 所有人民的 那个领袖 他至少没有 向那个宪政 进行挑战 没有对那个 民主选举的 而川普这个总统 完全就无视 这个民主的 那个选举的合法性 而且他如果 对那个选举 有怀疑的话 他是总统 他很早就可以 做出正当的 用正当的途径 去进行调查 去防止 那些出问题 是吧 他总统现在就说 好像总统自己 没有责任 他就说 完全是 如果错的话 就是别人的错 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已经超过 我们能够理性的 把它那个解释清楚了 所以我就想提出这个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 另外就是 导播能够把我的后面 如果我能 打字的地方 给我一个 那个OK的话 我可以把那些的 那个link 寄上去 然后大家如果 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好吧 我就说这些 谢谢 OK 谢谢 谢谢一席 非常感谢 也祝一席 明天才是中秋假节 先给你祝节日快乐 三期你请 我前面稍微离开 回来听到 一席在说 这个川普挑战 民主程序的问题 我首先实际上 我认为他挑战不了 挑战不了 是因为他那个 至少他那个 concede的那个事情 其实我是觉得 挑战不了 他就是嘴硬 因为他的 选职者喜欢他嘴硬 就是那种 太精致的那种 不符合 他的人设 所以说 我觉得这是他 这样说的一个 至少是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理由 如果到时候 真的选出来了 我不认为美国 有什么总统 他不交权 他不交权有啥用呢 他在那边 去一趟教堂 扔几个催泪弹 然后真的下面 将军就敢公然 就是说 这个早知道 不这么干了 真后悔 类似这种 就是说他没有一种 不像中国这种情况 他那个 宪政传统 深入人心 是没有办法的 然后 当然如果说 他煽动起来 什么 如果群众都去闹事 什么之类的 那完全发生内战 就像老毛当年说的 要全面内战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我觉得他的政治能量 还不足以 要煽动这个东西 不过他当然 就是说 他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说 这个也可以说 是一种软性的 就是说破坏民主程序 就是比如说质疑 比如说 那个 邮寄投票的 那个事情 我不知道星哥 你们前面聊过 我前面聊到过 对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 我认为首先 确实是有风险的 但这个风险 其实是极其低的 不能说他没有 他相对来说 我觉得邮寄投票 我稍微看了一下 他那个程序 而且每个州都不一样 他那个东西 首先也是 不是个新的事物 他确实是 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有些州 他就是很普遍的 在采用这个方式 已经有好几个州 用了有一段时间了 而且正常情况下 就是美国在历届的选举中 大概都有20%的人 采取的是邮政投票的方式 对 而且川普说的 那个un solicited 那个mail in vote 或者ballot 他那个词 其实有人也会说 不是很准确 因为除了那些 就是普遍都是邮寄投票的州 他是普遍发 那个邮寄投票的票的话 就是在绝大多数州 你都是得要注册的 就是注册的时候 就是等于是说 你没注册 他是不会给你随便寄 再说寄来的时候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 这个实质的本质本质 是川普担心 给选民寄了这么多 邮寄投票的票的话 其实更有助于提高 民主党的那边的投票率 其实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 只是不好意思说而已 当然了 我觉得他这个担心呢 我觉得退一步说 也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投票 他要别人寄到自己家门口 就是非要说 我都给你寄到门口了 你就随便填一下吧 然后寄还给我 对吧 就是说不需要他付任何成本 或者付很低的成本 这种投票是不是说明 他这个意愿也是很廉价 那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了 当然这个在美国一个民主政治来说 他们一般都是希望大家提高投票率 所以说这种话 川普也说不出口 就是他担心大家投太多票 但是我确实会觉得 就是一个人如果他认真的 是对这个事情有思考 他一般是愿意说 我花点时间我就去排一个队 我也愿意投 和别人那个票给你送到门口 就是有的时候说 你只要花一分钟时间 好像就跟路上被别人拉住了 就是填一个什么商业问卷那种感觉一样 就是说这样提高上来的投票率 是不是一件好事情 对于民主社会来说 我觉得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问号 但是我还是倾向于说 至少在这个情况下 还是提高投票率还是一件好事情 一般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然后要作假其实也不容易 因为他你要地址要记对 然后地址因为记对了之后 你还有个签字要能模仿 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一定不能作假 但是要大规模的作假 其实是很难的 偶尔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两个 比如说两个人大学读书 然后两个人是室友 两个人都有投票权 然后我也能看到他平时是怎么签字的 然后怎么样 就在极少数的情况下 也许会有一两张票 就说可以作假 但是你说要是一个人 他就是莫名其妙地址搞错了 他收到了其他人的那个这张票 然后他怎么知道是谁 就算他知道是谁 他怎么知道 比如说我现在住在的这个地方 住在帕门 那我之前的那一任房东 房客 他叫什么名字 或者是他的签字 大概是长什么样 我哪会知道呢 对吧 其实你想一想 大面积的作假 又能够成为有效的票 其实是非常难 而这种作假 很可能做出来 是一个无效的票 所以无效的票 其实对大选是没有意义的 他不能够增加任何一方的 这个投票的比例的 这只是一个 他寄出来的票 这个人一般都是先要注册了 自己要信息要注册 不是说你是个美国公民就投票 然后他要注册 注册之后 他还有一个地址要对 虽然地址不对的概率是会有 但是你要地址不对的情况下 那个概率本来已经很低了 你还要对这个人很了解 还要知道他是怎么签字的 那个大概签字长什么样 这个情况下的话 除非有人 真的是钻营的很深 盯住一个人 但是他在为了 就是这么说吧 你可以去作假 但是你没有低成本的 大批量的作假的手段 你只有说我花 比如说花个五天时间 三天时间 我摸清楚这个人的作息 怎么样怎么样的 把他地址改了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去作假 但是这样的作假 就是太单兵了 就是只有一张票 两张票 甚至是一两百张票 就顶多了 他没有大批量的作假的可能 至少我认为这可能很低 好的谢谢 我已经说了很多了 让其他人说 谢谢 我看到一熙有句说 你请一熙 哦 我那个对三七讲的 那个就是邮寄投票的 那个怀疑的说法 说人就不认真 这个我表示怀疑 因为好处基本上 不是因为有没有 就是愿不愿意下功夫 而是有些地方 人家是出来不方便 就是特别是疫情之时期 他要防止大群人集中 因为我们投票都知道 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 都是有很多很多人 在一起集中的 所以在疫情期间呢 就是为了卫生 那个public health 那个concern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legitmated 然后就是说 那个邮寄投票也不是新式 它有两种嘛 你们都知道 另外一种就是absentee 就是如果你不在当地 也生活的话 那很多的美国人到处居住 到处旅游 什么的都有的 我也认识不少人 都是美国人在加拿大 他们都是那种投票 就是邮寄投票再过去 所以这个不是什么新的事情 所以我就指出一下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 我们在 我看到了油管上的直播里面 也有很多的朋友在发言 这个也有一些人 采取了一些攻击的方式 我不计较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保持平和 我们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 当然会有川普的支持者 也有川普总统的反对者 我可能说用川普的支持者 和川普的反对者并不准确 或者叫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者 和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的支持者 我觉得这很正常 美国就是一个两党政治的一个国家 美国的社会的文明的发展 就是在两党的这种博弈的过程中 是一次又一次的推动着美国 向更加文明 向世界灯塔国家的个股子 卖得越来越坚实 美国每一个宪法的修正案 都是在两党的这种磋商 对立 妥协中产生的 我们不怕 美国有两党的支持者 只是不要去人为的 有意识的是割裂 这种族群中间的分立 而是让不同的族群 在激烈的竞争和争执之后 能够达到妥协 能够达到一致 但是在前进的过程中 当出现其他的动态的不平衡的时候 再用现在的这种方式 去达到平衡 这是一个美国 在过去的几百年的时间里 两百多年建国史的时间里 他们都走了一条 一条非常正确的一条路 好的 我看到老战 你请 谢谢星哥 各位网友好 说到这个选举 美国是11月3号是总统大选 我们必须省也跟着抽热闹 提前一年 10月24号要搞省选 必须选举局 已经公布了 有43万选民要求邮寄投票 就是说 必须省是400多万人 就是差不多 有多少合资格选民我不知道 但是差不多有十分之一的选民 省民 有选举资格的省民 要求要邮寄投票 我们家 我老婆也是为了这个安全 就是疫情期间 我老婆说她就在网上申请了邮寄投票 我说我还去现场去投 因为那天投票那天是周六 我休息日可以去投票 我觉得邮寄投票不是问题 在民主社会 成熟的民主社会里头 邮寄投票和到现场去投票 都是选举的一种方式而已 作弊的可能性 不能说一点没有 但是在监督下 在法治健全的社会 我觉得这不是问题 好了 我说完了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老战 对于一个民主的社会 人们选择在法治的约束下 的被公认的一种方式 甚至这种方式 已经被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过程中 来证明是有效的一种方式的时候 如果说去背后 去揣渡这种有效的方式 可能会带来其他的隐患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道理 那更多的时候 它其实是反映了 另外一种心态 这种心态 就是对已经曾经有过的制度的不信任 我们希望美国的社会 在一步一步的向前发展的过程中 能够逐步的去减轻这种 对社会的不信任 无论是政治人物 正是因为政治人物 对制度的不信任 才会有了挑战制度 而打破制度 耶稣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更多的政治人物 他们在通向权力的过程中 去在制度的约束下 去达到自己权力的发挥 而不是挑战制度 或者是冲破制度的耶稣 来扩大自己的权力 我记得 当小布什总统 他面对了他的选民的时候 他就说到 美国在这几百年来 对人类世界的发明 并不是我们的科技 而是我们的制度 我们设计出了一套制度 这种制度把权力关进了笼子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 每一届的总统的选举中 都能够恪守 这个前任总统说的这句话 不要去挑战权力 要一定记住 美国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已经到了 或者已经实践着 把权力关进笼子的 这个人类最伟大的一种贡献 好的 如果说没有我们其他的朋友 就今天的话题 再提出自己的看法的话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话题的讨论 非常感谢 今天在我们的油管的讨论区 以及在这种会议室 和我们一起参加讨论的朋友们 也非常感谢给我们点赞 转发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感谢老播 祝每一个华人朋友 今天或者是明天 中秋节快乐 谢谢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